优优独播剧场 sage 2ал.ここ 舞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再来看语文白宝匈学国字的地方 第一年节一定要交四字,对不对 再翻过来我们刚前面都都看过,还要交句子 大概先看到这里 这个我要再快一点 如果要去谈 我现在进入到语文的学习 刚刚是讲在单元彼此之间或单元理念 你看到每一个零件跟课文之间的关联 然后怎么样去形成孩子的能力来说 现在我们看到语文的学习元素里面 大概有字词句断片 这个在课纲里面就是学习内容 可是它又要形成语文能力 听说读写的能力 这个在课纲的哪里 学习表现 那究竟语文学习的元素你要从哪里看 基本我会先建议各位从学习内容去看 学习内容分三的 第一年级因为是最底层的 所以我们就看课纲 第一年级就是 字词句断片 我要请各位关注这三点 常用字笔画及部件的空间结构 很多老师只有读到结构 然后就开始教结构 什么左窄右宽那种 No 对 已经有老师跟我太棒了 它的重点在前面 你先把前面的元素讲 有笔画 有部件 笔画在这个字的组成里面 它担任什么样的重要的角色 好 然后再来有点常用字 不守表意的功能 这个其实我们大概都比较有一些印象概念 对不对 但是他把它写在 为什么要特别标这两条 因为其他的你能看大部分都是量 一千多少 七百多少 只有这样子而已吗 比较没有 一个教学的重点在 然后在句段的部分 课纲句段是放在一起的 A C E之三 基本文句的语气与意义 基本是一个keyword 语气跟意义 语气怎么表现 意义怎么呈现 下面这边是不是生字 各位你曾经这样子想过吗 下面为什么要放生字 这个生字本身就是试字教材 可是这里的生字叫做阅读里面的试字教材 既然他在阅读里面呈现出这个字 他要学的是字意 因为阅读篇章里面才有意可说 所以孩子这边是纯试字 纯试字 我要知道它什么意思 小是小小 小羊的小 我要知道草就是吃草的草 旁边有家主意 所以他先去处理掉字音与字意的问题 可是到了这边 课文是不是没看到了 所以这里的教材叫做独立的试字教材 老师你有这样的概念过吗 其实一直以来当我们在旧教材里面已经编成这样 他一直都存在这样的概念 可是我觉得老师每次在看那个在讲试字跟写字的时候都在讲这一刻的生字该怎么写 其实大家不把写字跟试字等同 试字跟写字是不太一样的 那当他变成独立的试字教材的时候 我要请各位老师看 不管哪一家版本都有注音 因为音还要在 再来就是顾手跟笔画树 对不对 那个都会牵涉到字型 所以翻到这一页 在前面字意跟字音的基础之上 孩子的新的学习 幼儿园没用 到小一才开始就是要写字了 他就会跟写字结合在一起 我们看到了 有这个第一笔 那为什么要学第一笔 第一笔是帮助孩子写字的定位 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一块其实大家比较常看到 对不对 就是像形式字 在我的语言里面叫像形式字 就给你一个像形字把它留遍讲一下 那以汉林版来讲一刻有 来你先看看 一刻有两个像形字 八刻会有几个 十六个 他就围到 我要先去知道 部首 这些最后都变成部首 部首表意的功能 好 所以我现在要讲 我现在要讲 这里 跟写字比较相关 这里跟式字比较相关 然后 这里是把写字跟式字 康拜起来的东西 结合起来的东西 因为以这一刻来讲 有小跟少 我要认得少 我要认得小 可是写的时候呢 我大概可以看到 小 少比小多了一笔 有没有 多一笔 但是只有多那一笔吗 有没有小小的不一样 有没有勾的问题 这个叫书写要有规范 要合乎标准国字的要求 所以如果你去慢慢的对这三点 每一个区块 它完全都是从我刚刚特别 mark起来的这两条课纲 去呼应的 好 那你刚刚也看到这一页 刚刚知道在堆积木 那开开信心呢 好 看看这次小羊讲的什么 这些字像积木一样 可以叠一叠 这样一叠 就叠成这样子的积木 可是这次想想没有积木和有积木的句子 念起来有什么不同 所以孩子要读这个 读一读以后 再读一读这个 透过朗读 建立语感 比较出句子 基本句型的意义 原来啊 你看那个图就知道 原来有开开心心表情就知道了 不 他可能很万坦的去看奶奶 他可能要去跟奶奶投诉什么 妈妈打我啊什么什么 所以 所以我们教 我们在教语词的时候 目的是要让他回到句子里面去呈现他的意义 去呈现他句子的意义 所以这样的呈现 是透过孩子回到孩子的身上 孩子喜欢有堆积木的概念 从游戏去员上 其实我们学一些词也跟堆积木是一样的 再来 语意的比较 学语文最重要就是比较 比较 这个跟那个比 这里比了什么 这里多了什么 有什么不一样 你就可以去凸显语词 语词不是这个词你懂不懂而已 他最主要是要用来用 学生要会用 那怎么用 他在句子里面出现 那多了这个词 在句子里面会产生 多让我知道什么 对不对 所以他福音的是 基本文句的语气与功能 这个 最后 没有到最后 好 这个是我今天 最后一个chapter要跟各位讲的 我们都知道不管是不是语文 所有的学习都是要从简单到难 对不对 从单纯到复杂 学习是一趟从已知到未知的探索 所以我们要帮孩子 让孩子一阶一阶的上去 我们本来也是要学习的 我们本来也是要学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